大家好,往麻糬店里加入三个鸡蛋,教你神仙吃法。 用筷子稍微搅拌均匀,这样做出来比凉拌的好吃还要香。 味道一点都不酸,一拳三连就可关注。 这个季节的麻糬店特别的肥美,田间地头到处可见。 以前我们吃它是因为家里穷,现在都吃它为了养生, 懂它的都当它是宝。 这些麻糬店从菜地里挖回来之后,全部摘好,已经洗干净了。 直接放到菜板上,改刀把它切碎,也不要切得太碎哦,那样吃的口感不好。 切好装到盘中,往里面放入三个不要钱的母鸡蛋。 用我家黑色的筷子充分地拌均匀。 这样做出来的麻糬店比蒸炒凉拌都要好吃百倍。 而且这个做法你一定没有见过,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。 学会了这个做法,你再也不用蒸着吃凉拌了。 拌均匀之后,放一旁备用。 下面准备三块钱的猪肉,把它剁成肉末。 做好之后,放到碗中备用。 下面准备两个漂亮的西红柿,先对半切开,把西红柿的地去掉。 再讲西红柿,切成小块。 想要西红柿出更多的汁水,用刀轻轻地把它剁碎。 然后装盘备用。 然后去戈壁老王家,借了半块胡萝卜,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 再切成细细的胡萝卜丝。 最后把它切成胡萝卜小丁丁。 切好之后,装盘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一节大葱切碎。 几个大蒜切成三片。 几片姜,最后切成姜末。 能吃辣的,再准备两个红辣椒,剪成对。 切好,装入小碗中。 然后小碗里面倒入半勺玉米淀粉。 适量的生抽。 少许的蚝油。 适量的盐。 适量的鸡粉。 适量的调味料。 倒入半碗凉水。 充分地把调料搅拌均匀,放一旁备用。 起锅倒油。 再把鸡蛋马尺剑倒进来。 用铲子把它铺均匀,摊平。 铺均匀之后,把底面煎至定型。 把锅端起来晃动一下,使其更加的受热均匀,把底面煎至金黄。 底面煎到差不多的时候,迅速把它翻个面。 哇,金黄漂亮。 把另一面也煎至金黄。 一直把两面都煎至像这样金黄,就可以了。 把煎好的鸡蛋饼倒在黑色的盘中备用。 大家看一下这个麻石剑,颜色鲜绿。 盛起锅,倒入少许的底油,把肉末放进来。 泡拌均匀,把肉末炒出香味。 炒好以后,把小料放进来。 再炒出小料的香味,把西红柿放进来。 炒拌均匀,把西红柿炒出沙。 这样做出来的美食,更加了肉味。 最后放入胡萝卜丁,把料汁也加进来。 慢慢的把倒进来的汤汁烧开。 这时候把麻石剑鸡蛋饼倒进来。 把锅中的汤汁往鸡蛋饼上面淋一淋。 这样炖出来非常的入味。 上面盖上盖子,小锅炖三分钟。 时间到了,打开盖子。 哇,满厨房都是香味。 出锅之前,零点小末香油,美味继承。 连这个汤汁带鸡蛋饼都倒在盘中。 在上面撒入几个迷你的小香葱。 像这样一道非常好吃,又营养的麻石剑鸡蛋饼制作完成。 吃的时候把它切成小块,大家看一下。 这样做的麻石剑鸡蛋饼你吃过吗? 鸡蛋鲜香嫩滑,麻石剑清香美味。 里面添加了肉末,胡萝卜,营养均衡。 这道菜特别适合用来拌米饭,连汤汁都不剩。 就连家里有挑食的孩子也要着吃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。 用简单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味道。 最关键好吃还不上火。 好了,如果大家感觉我做得不错,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帮我点赞收藏,转发评论,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 很温高!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